OK,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TryGVT TryGVT它的相关的包含就是说 它的相关介绍 然后目前应该是最强的AI应该没问题 其实Google它也不示弱 其实我本来期待是Google能够推出一个 类似像TryGVT 结果不是Google,反而是微软 那我觉得这个很惊讶 可能就是每一个公司,每一个产业 到它一段时间之后,其实慢慢会走下坡 因为强者嘛,它总不可能一直很强 所以它可能强了一段时间之后会走弱 而弱者呢,慢慢会变强 这刚好跟那个微软跟Google之间的 一个蛮强辣的对比 所以那部公司当然也要有一些理想 有一些憧憬 目前看起来应该最强的还是TryGVT 尤其是辅助程式撰写这个部分 因为其实Google有Google Bar Google BARD Google Bar 那这个当然它也是类似聊天机器人 然后我也试过 但是其实非常失望 因为尤其像程式撰写这一块 几乎目前得到的答案好像都不太可以 所以它还是更新的 还有一点,Google应该没有GitHub 或者GitHub这么庞大的资料库当一个support 所以其实它就差蛮多的 OK 但是也有说啦 Google Bar有它的强的地方 有它弱的地方 所以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不妨可以两个比较一下 我自己是同样的东西 同样的问题 两边都贴 但是最后答案好像还是 目前看起来 应该还是那个ChargeVT比较厉害 OK 那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如果有别的想法 让我知道一下 然后功能简介 还有注册 大概等一下 还有优势 目前实作还有常见的问题 大概说一下 那这个ChargeVT 简单说一下 其实这家公司OpenAI 所以它的网址就是OpenAI.com OK 那就是会到ChargeVT的那个官网 然后最早的话 目前我们用的那个 就GVT的3.5 它大概的 实陈大概就是2015年 2015年 离现在差不多到8年的时间 它成立 2019年 开始开发 2019到现在 4年 所以其实它其实是一个还蛮 算是年轻的一个公司 然后它大概4年间 就推出GVT3了 4年推出 其实还算是蛮快的 那2023 还有去年 推出这个模组 OK 所以基本上的话 经过这个3年 你就更新到3.5 OK 所以这个是它一个ChargeVT的一个实陈 那ChargeVT是一款 它主要定位的是这个AI的聊天机器人 然后主要是透过自然语言处理 所以你会发现它蛮厉害一点 就是那个切词 你会发现我用人工的方式叙述 它居然可以帮我切到很精确 它可以明白我要做什么 而且它丢出来的叙述语言 也会非常让你感觉到 好像跟一个真人在聊天的感觉 这点真的是做得还蛮好的 所以网路上的香民常常在讲说 它是背后找了很多工程 工徒生在那边 那该实际上不可能 因为怎么可能同时有几千万 甚至亿的人在那边同时聊天 你要请多少人 你要花多少钱 所以理论上实际上 这些应该是不可能的事情 然后它具备有哪些能力 当然它可以分析什么 文本的意涵 所以你可以丢一篇文章给它 你请它写一篇心得报告 它真的也可以帮你写心得报告 OK 虽然说 它写的是不是如你的意思 不过至少我觉得它已经蛮厉害 文本分析这件事情 不要说机器人 你一般的人 去了解一篇文章 到底它的大 在讲什么 心得 很多人根本也写不出来 甚至你最后可以说 请你写一篇五百字的 五百字 你可以限制字数 它真的就帮你写五百字 算一算差不多五百字 或者是说一千字 这个就麻烦了 所以现在就很怕说 大学生交报告的时候 其实就很简单 只要会用ChargeBT 交报告就非常简单了 它也会担心这个问题 可是你又不可能说限制它的使用 所以是不是应该有一些规范 那当然最近也在讨论这个问题 怎么办 不然的话有时候 你给它的分数很高 反而用自己写的反而分数低 这样的话谁还要自己写 但是要怎么样判断说 它是用聊天机器的人写出来 这一件事 对我们来说也是麻烦 所以我上课我会说 你千万不要用这个 不然的话我被抓到的话 那我一定给你不及格 那我怎么知道 那我不能告诉你 我在想说怎么办 所以是不是有什么方法 如果有的话 可能再告诉我一下 我其实应该是每个老师都想知道 这很麻烦一件事情 可是未来做东西都AI 那所以以后会有很大的问题 到底甚至是AI衍生出来 以后是不是 假设它的变成一种服务好了 比如说变成聊天男友聊天女友 对以后的话你跟它谈感情 谈谈之后感觉好像它是一个人 但最后发现它其实是一个机器人 可是如果不要告诉你答案 其实好像也没有 好像这个有电影之演这个 但这个是未来 其实怎么样 我是觉得你可以再次思考 重点的话 就是这个能够做什么 所以未来的话 却要去必须延伸 刚刚我提过 它已经到4的版本要付费 然后我看到已经有4.5的 可以又延伸又增加 就可能5啊可能6应该很快可以上市 然后呢甚至呢 它的野心 微软的野心 当然不仅值一次 它当然我刚好提过 它直接延伸到Visual Studio 它的开发环境 直接内建 Charge VT 写层次 直接把层次 可以丢到你的开发环境里面 但是 Visual Studio 有个Visual Studio Code 其实也可以写Python 但是我总觉得 我刚刚跟各位讲过的 我的立场是 希望 这个开发环境越简单越好 所以上课的话 对我来说也方便 不然的话 如果我叫你们装Visual Studio Code 我发现应该问题也蛮多的 因为每个都要装半天 然后 当然它好处是内建 这个Charge VT 这一件事 所以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不妨 可以试用看看 反正都是一个Charge VT延伸 除了这个之外 它还延伸到Microsoft 365 其实Office Office里面的话以后 甚至可以做什么 比如说像Work里面 可以内建翘机 帮你写报告 帮你写计划案 帮你规划行程 帮你做很多的事情 帮你翻译 对不对 Excel的话 可以帮你直接怎么样 可以帮你写公式 直接可以帮你写VDA 直接可以帮你解决问题 这样的话真的太棒了 不过它提了一个叫Copilot Copilot其实也不是新的东西 以前就有了 也是要钱的 所以Copilot也是要付费的 这个所谓付费就是说 你每个月或者是每次好了 然后给一个费用 那我给你多少 多多少付 也不错 等于办公室上面 我减少我的负担 然后呢 但是我付一点费用 我觉得应该也 大部分人应该也是可以接受的 那目前来说的话 当然 目前是最强的 然后我刚刚提过 他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 像文字工作者 比如说你要写小说好了 为什么 你是不是可以先预设先让他可以把一些角色告诉他一下 请你比如说有男主角有女主角 还有什么故事大纲 然后请你帮我产生一个小说 如果可以的话 那这样就可以省掉很多力气了 然后编剧也是一样 你要编剧 你可以大概跟他讲一下 请你帮我大概写一个怎么样的剧本 还有工程师的话 这样写层次 我刚刚讲过 就是有些层次他会自动帮你产生 那学生学习也是一样 所以未来根据学生这一块 因为教育部最近在大推 就是希望开会的时候 希望老师可以把XGP融入到教学的这件事情